主持人 好 自己做 然後親戚朋友吃 江住姑娘宋秦 將麵團擀成薄薄餅皮 加入滿滿餡料再包起來 而她的先生 則是負責將半成品 煎成一塊塊 金黃又忍的韭菜盒子 夫妻倆看起來分工合作 一起為家計打拚 但六年前 兩人剛認識時 可是主管的夫妻 跟助手的夥伴關係 也不是很利落 我老公都說請我罵 當時陳友煌 在南非的沈衣場擔任主管 大陸來的宋晴是助手 兩人少了語言隔閡 不但工作上合作無間 下班後還相互關心 甚至一起結伴旅行 在許多地方都有兩人足跡 為了他回到他 之後也是都在聯絡 三年後宋晴回到大陸 兩人仍靠著網路維繫訊息 直到去年陳友煌發現有心臟病 才讓宋晴下定決心 要來台兩人一起相互扶持 他為人很忠厚 老師覺得很有安全感 他很願意來這邊 我好像很感心就對了 由於身體狀況不允許 陳友煌能做的工作有限 但宋晴仍沒有氣餒 考取秉級中餐執照 跟著老公一起白攤 還好啦 因為有老公 我就覺得不會害怕 做什麼 反正有他在 相信先生的為人 就算創業之路艱辛 宋晴仁天天臉上帶著笑容 而這份好脾氣 也似乎感染了山門客人 這裡的人都很客氣很熱情 很願意幫助人 好 謝謝 好 謝謝 可以殺了三堆喔 話才剛說完 老祖姑立刻送來 自己栽種的新鮮蔬果 有了老公當依靠 還有熱心鄰居的陪伴 讓他早就融入其中 成了道地的台灣媳婦 好 painting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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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